大家很喜歡吃蜂蜜 但是為什麼每個人聽到蜜蜂都好害怕喔 所以就發現說這樣好像不太行 因為我們的這一代跟下一代 他們對於蜜蜂跟蜂蜜都不是很了解 那我們就覺得說這樣對於產業的經營其實不是很好 因為其實養蜂蜜業現在來講 它就是有稍微的在萎縮 因為接手的年輕人不多 那我們最後還是希望說大眾可以關注到蜜蜂 對於環境的議題 然後了解蜜蜂的重要性 其實只有透過大家的了解 它才有機會就是可以永續這個產業 在做輔導跟培育跟陪跑 就像一般的新創產業一樣 新創團隊一樣 我們也會給予這些團隊相對應的輔導的資源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節目 好這一集的節目主持人瑞峰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個比較有趣的 也是大家可能比較少聽到 但是呢其實就是都在你們的 都在我們生活之中都會碰得到的 那就是社會企業 其實最主要社會企業 還是要快速讓大家了解一下社會企業到底是什麼東西 一般我們公開公司就是要賺錢 就是要顧著就是引力 那其實在社會企業他們來講呢 可能不是追求就是說 第一優先條件就是要賺錢 他們可能是希望是說 他們看到的社會當中有一些大小的問題 他們希望透過他們在營運的過程當中 來這個幫助他解決這個社會的問題 然後解決社會問題就很廣嘛對不對 就從人啊到天啊到自然界 通通都有其實都很可怕 所以呢其實這些企業來講他們很辛苦 他們真的是希望說把他自己賺的錢 來去解決這個社會上的問題 然後呢再去投入一筆新的 再來解決這個社會上的問題 幫助我們去解決這些 社會上當中發生的大小問題 所以呢今天這一集來講 我們就是會找到一些社會企業的行業 那這個社會企業來講呢 我們在這個金錢事務局當中 也是有協助還有他的輔導跟幫忙 所以呢我們今天請到兩位來賓 來到我們現場來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 什麼是社會企業 還有他們做什麼事情 首先第一位來賓就是我們金錢事務局的局長 就是我們的陳冠寧 陳局長 局長你好 大家好 好第二位呢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企業 就是我們的享樂蜂蜜創辦人 就是我們的林姿瑩 林小姐你好 大家好 好我們這邊呢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姿瑩我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是做什麼的 我們快速讓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以最簡單來講就是我們是養蜂 我們就是一間養蜂廠 但是如果要比較廣義來講 其實我們的話就不只把自己放在定位上 就不只是一間養蜂廠 對那因為我們在養蜂的過程中 其實有看到一些社會的問題 是看到什麼樣的問題嗎 對譬如說我們有發現說 大家雖然愛吃蜂蜜 但是對蜂蜜非常不了解 而且甚至會很害怕蜜蜂 對那其實對我們生產蜂蜜來講 我們當然希望這個產業可以永續 而且蜜蜂對環境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在養蜂廠的經營的過程上 我們就有做一些改變 對所以我們其實不單是一間養蜂廠 我們同時也是擁有二級的加工品 然後三級的體驗服務的一個六級產業 對你們當初在養蜂的時候就想到就是說 其實就是可能大家不知道這背後的一個過程 或者是一些想要讓大家更了解到 你們一開始就想到 所以才就想說 那我要透過這樣子的一個養蜂 來讓大家更了解到其實它背後的一些事情嗎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蠻專注在生產的 因為這是我們的專業 對但是後來我們在四級的推廣過程中 就發現說大家很喜歡吃蜂蜜 但是為什麼每個人聽到蜜蜂都好害怕 對所以就發現說這樣好像不太行 因為我們的這一代跟下一代 他們對於蜜蜂跟蜂蜜都不是很了解 對那我們就覺得說這樣對於產業的經營其實不是很好 對所以才會想要投入這件事情 這樣投入下來的話多久的時間了 從您開始創業到現在 對我自己經營養蜂業是今年是第八年 第八年了 對 局長我們就要問一下這個社會企業 我們其實很多這種公司行號或者是很多行業 其實很多青年朋友他們可能就是真的想說 我就是不想要就是看一下賺錢 我可能就是發現到說這問題是社會就是有哪些問題在 或是大家其實根本不知道這原因我想要讓大家了解到 所以我們其實也是有經營局一直有在輔導這樣子 幫忙這樣子一個團體或者是創業家對不對 其實剛剛主持人有提到社會企業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有使命感跟理想性的一個行業 那年輕人要走入這樣子的這個類別 其實我覺得很有勇氣 包含你必須在成立系列的時候就必須 最嚴謹的方法是你要有納入組織章程 就是你的這個社企的使命等等 那還有你百分之這個50必須來自商品本身 然後你百分之30還要再投入回饋社會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為了就是要鼓勵年輕人投入社會企業 那我們其實也是台灣第一個成立這個社會企業中心的城市 那我們今年也就完成了這個社 全亞洲第一個社會企業制度的這個認證 那其實我們這幾年來到底在做什麼 其實有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就是鼓勵年輕人來就是投入社會企業 那我們每年都會舉辦社會企業的競賽 那就是有分為社企萌芽組 就包含一些高中生等等的 他們可以來參加社會企業的這個競賽 讓他們透過比方說他們在生活上看到一些小事情 可以來想到一些解決的辦法 我上次有一組我滿印象深刻 就是叫做伯爵奶茶的一組 好像是高中生 那他們看到就是有些一般種茶的人 他們可能都會用這種黑塑膠袋包那個就是那個植物 可是他還發現這樣其實不太環保 所以他們自己就有發現自己去用這個好像是植物的根嘛 然後去做成一個可分解的一個杯 然後讓 就是把它當成是一個替代這個塑膠袋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我們的社會企業的萌芽組 這麼小小年紀就可以做這件事 我覺得很棒 那再來就是我們也有這個比較是成熟組 那我們的剛好這個享樂蜂蜜 就是我們今年的第二名 就很厲害的一組團隊 那這個是我們在做的就是鼓勵嘛 那第二點是我們有在做輔導跟培育跟陪跑 就像一般的新創產業一樣 新創團隊一樣 我們也會給予這些團隊相對應的輔導的資源 比方說你可能在就是成立這個企業 有些遇到的一些自家紮症 我們也可以來告訴你要怎麼做會更好 然後就進行一個輔導跟培育 那我們目前已經有輔導超過1500組的團隊 那最後就是我們在補助上 就實質的補助上我們也有給予一些幫助 比方說已經是很成熟的設計團隊 可以進駐到我們的這個設計中心評證館 那我們會給予不管是設備或是租金上面的協助 其實就是默默的去幫忙這些企業 或者是團體們他們做他們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確實跟局長說的其實一看 就做這件事情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 因為可能你在過程當中 你會投入大量的時間金錢能力 但是可能不見得成果是你想要的 但是你在這個投入過程當中 可能你看到更多事情或是你解決更多問題 這時候就要問一下我們指引 在過程當中有沒有遇到就是這困難點在那邊 你在經營過程當中應該不會說很順利 有沒有印象讓你深刻其實在這過程當中是哪個點是最難的 我覺得其實因為畢竟養豐葉它其實在大家認識裡面有點像是傳統產業 對那傳統產業其實在轉型的時候是最困難的 因為我們回家接手這個產業就是希望它有機會可以轉型 所以在轉型的過程中我們就要去想要怎麼樣去幫助它 還有讓大眾更認識它 所以在過程中包含我們自己在加工品的產出 其實農產品要變成加工品這個部分 它要能夠保存 對都會蠻困難 還有在體驗活動上面的設計 對我們要怎麼樣讓客人他在進到我們的產業來 他能夠快速的了解我們然後支持我們的理念 對知道我們想要帶給大家什麼樣的 對所以它油層的設計跟加工品的那個開發的過程 其實我是覺得是最困難的 過程當中會不會一度會想要說好累喔我想要放棄 會不會有這樣子的念頭呢 過程中對就有時候會覺得說真的是已經想破頭 不知道要做什麼樣的加工品才可以就是更突破我們現在有的 對但是我覺得我也蠻幸運因為有進到 然後我除了是這一次的那個設計團隊之外 我沒有進到青年局的輔導中心 對進入基地 所以就是有透過青年局的一些幫忙 對然後夜市的輔導 所以其實就過程中就是雖然有遇到困難 但都有一一的解決這樣 我們現在的話就是有直接生產 然後也有加工 然後你剛才有說到一個蠻重要的是體驗的部分 你們這體驗的話是主要是怎麼樣的一個形式讓遊客或是客人體驗 我們的話主要是以親子的模式 所以其實我們會讓大人帶著小朋友一起在兩個半小時的活動內 然後從認識蜜蜂喜歡的蜜圓植物開始 然後再叫他們做蜜蜂的食物 然後最後是有一個整套的裝備 然後就是讓他們穿著裝備 然後一起近距離的去觀察蜜蜂 然後餵食蜜蜂 去了解蜜蜂的習性 對 這個的話是一般大人也可以嗎 就是都可以參加的 對 對剛才這個局長有提到就是我們 過程當中其實每一位來講 那這個過程都是非常艱辛非常煎熬的 甚至剛才有想到就是可能會有那種萌生我要放棄的念頭 那其實在這部分你們是也是幫助團隊就是說 他們真的遇到挫折或困難的時候 像剛才這樣子你們就是去鼓勵他 或者是協助他對不對 或是幫助他嗎 這個設計團隊的其實有需要的相關的需求 他們都我們都可以提供一些各種夜市的輔導跟協助 而且我覺得就是他們很厲害 就是他們會逐風就是會跟著風 跟著蜜蜂去走 然後為了讓他們可以在很好的環境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辛苦也不容易 這個你們這樣做的話 目前是有生產哪些東西嗎 我們的話光是一級的生產蜂蜜就會有六種 對那這六種其實就是台灣蠻常見的一些蜜圓植物 但是可能大家就是你走過去你也不會知道 原來他可以採收蜂蜜 對但是我們就是透過這些我們有把它採收下來 然後再透過活動的方式去讓大家認識他 對所以光是蜂蜜就有六種 那加工品的部分就是有像生乳捲 對蜂蜜的生乳捲就是客人也非常喜歡 然後蜂蜜的飲品他自己就可以放在家裡面 就我們已經泡好的 然後還有像蜂蜜醋 對或者是說今年有新開發一個軟糖 對它就是天然無色素無香料的軟糖 是跟另外一個品牌聯名合作的 所以你們跟其他一般來講 產的那個蜂蜜這邊也是有落差嗎對不對 就 你是說品質還是 就是在你們這生產的成品上面 其實還是跟其他地方還是會有差別對不對 對因為其實台灣每一個區域 它採收下來的蜂蜜味道都會不太一樣 對那當然蜂農本身的品質管理也蠻重要的 對 很多團體 我們如果說真的 如果說像這樣子想要加入的話 我們是其實直接跟這個清潔師傅局來講 我們就是加入像剛才說的這樣子一個計畫 然後去做一個輔導或配訓 會不會從過程當中就是 從我零開始然後一直慢慢的帶到 就是你真的成型 然後真的企業是有可以量產這樣子的 有這樣子的階段嗎 有這樣的可能性 因為像剛才提到就是我們的社器的萌芽組 對 它就是可能從高中生的時代 它就開始在做這部分的付出跟努力 所以它可能在高中的時候就對比方說環境 剛剛提到那個高中生 它對於這個植物在種植過程當中的環境 它可能有關心 那或許它在出社會的這個時候 它可能還是會對這個社器將關的事情有所琢磨 那這樣的話我們也會給予這個相對應的輔導跟幫忙協助 我們剛才提到這個就是競賽這個 是每年都有也會有這樣的 每年都有辦 這個它內容的話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形式 它就是看說你 它其實是不是只有桃園的年輕朋友可以來 它是全國各地的就是 就是對於社器有興趣的這個年輕人 他們都可以來報名 那他們就是可以藉由 比方說他們像享樂蜂蜜 他們可能就提到說 他們必須為了要得到一個比較好蜂蜜的品質 他們必須 有點像以前人像竹水草而居 他們必須去找很多地方 然後去找到適合蜂蜜 就是產蜜的一個很好的所在 因為再加上現在 剛剛有提到這個氣候變遷 所以這個不管是植物花草 都比較難再生出蜂蜜 所以這個過程是辛苦的 那它可能就會在它的這個競賽裡面 把這個Pitch講出來 那講說他們如何 因為社器必須符合某些永續的概念 那他們如何符合這些永續的概念 然後做到他們符合他們企業精神的 社器精神的這個產業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在鼓勵性質上 還有在這個參與上 都有一個蠻多市值的部分的幫忙 哇 真是不簡單耶 但是我們之前 我們其實養蜂的話 其實最大的敵人就是天氣 因為剛才主張有提到 就是因為這個人天氣不可控 然後會導致這個相關的產量 或是整整品質會很難去控制 那真的是還蠻辛苦的 那您這邊的話也有參加這個 今天剛才主張講的這個競賽的活動 也得到名次 你在過程當中你其實有得到什麼嗎 或是說你有發現到什麼嗎 讓你印象會比較深刻 今年因為社器團隊我們 今年參加比賽的時候 其實我發現蠻多社器團隊 他們對於環境永續 或者是說這些議題真的都蠻關注 然後也蠻實際在做的 那我覺得社器夥伴有一部分是 在經營上會有點孤單 因為畢竟我們有一部分是要轉 就是再回饋出來 那我覺得社器團隊這個 它其實是一個蠻好的平台 就是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然後就是會知道說你不孤單 就是大家都是一樣的 大家都是一樣在做這件事情 那只是可能行業類別不同 對 但是我們都就是 佔有 我們的目的都是一個 其實大家來講就是交流 彼此交流 最大目的就是要解決這個社會上 他們所看到一些問題 好那很多問題包含大的小的總統都有 他們這些團隊也是希望說 藉此透過他們的成品 或他們所導引出來的內容 其實讓社會上很多人都知道說 其實這背後是有這樣子的故事 或是說其實 這個問題其實怎樣怎樣去解決 會比較好的 好那在這邊的話其實 也是很感謝就是說 那這樣子的話 像是你們這樣子最主要最主要 其實也是要讓大家了解到說 什麼樣的一個 就是你們在做從事這樣子的一個養蜂 那養蜂其實到後來你們應該也是 最主要是希望讓民眾最了解什麼內容嗎 我們如果說用快速來講話 對 我們其實當然還是最最終目標還是希望能夠永續這個產業 因為其實楊鵬葉現在來講 他就是有稍微的在萎縮 對 因為接手的年輕人不多 對 那我們最後還是希望說大眾可以關注到蜜蜂對於環境的議題 對 那了解蜜蜂的重要性 那只有 其實只有透過大家的了解 他才有機會就是可以永續這個產業 因為畢竟我們已經投入到這個產業了 而且蜜蜂又跟我們的生活其實息息相關 對 所以我們還是會希望說 最後大家可以把關注力放回到蜜蜂跟環境還有自身的身上 其實在養蜂這一塊來講其實也比較少見了 也比較少了齁 就是比較 要怎麼說 比較少這幾年其實有比較 大家有比較關注蜜蜂的議題 可是真的說要像我們這樣走出來做推廣的 養蜂場其實是比較少的 你剛才說有參加這個四級活動你們都在哪邊辦 我們其實之前也會參加一些台北的有機的四級 譬如說像希望廣場 對就是一些農產品的推廣 然後是圓山的花博四級 但是你實際深入就會發現消費者對於蜜蜂跟蜂蜂的認識真的蠻少的 對 我只知道吃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它的過程 對大家都愛吃但是大家對它都不了解 因為其實背後很多嘛 就包含不要說我們做出來的 我們包含可能就是要驗證啊 要幹嘛之類的 因為畢竟它是食物嘛 它是吃的東西 對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程序要做 可是大家都不會知道 對 在一開始真的是蠻辛苦的 會讓更多人可以了解到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說 就是 光是帶這樣生產啊 我們不是說真的是要賣這些東西為主 還是要讓大家知道說可能它是生產的背後 到底有什麼樣的故事 讓大家可以了解到 不過這個的話我們算是 好奇問一下 我們就想是在這個社會企業來講 其實它是很多行業類別 就是目前經驗局輔導的 就包含像這邊養蜂花 可能是比較偏自然的啊 那環境類的 那我們是也有很多像是 其他類其他類的呢 有沒有 其實有蠻多類型的 像是之前有一個叫做點點塑 就是它就是特別對於這個環境的 也是對於環境啊 但是它是偵測水中的一些污染物質 那它後來也有被我們的環保局 因為很優秀的團隊 所以有被我們環保局採用去幫忙去 比方說收集一些水質的一些資料等等 然後像我們今年第一名的 也是在環保相關 就大家的 就是做的事情可能不相同 但是也是自環保相關 是叫做台灣碳材 那它是在做不管是這種散熱板啊 或者會比較就是用這種碳材的材料 讓它比較好散熱等等 然後也有跟韓國的知名廠商有一些合作 就是大家在做的事情都不太一樣 有照比較精密的產業啦 那或者是這種科學的相關的 那也有比較是跟天然自然的相關的 但是大家在做的好 這幾年來的趨勢就是這個ESG永續的部分 所以也跟這個設計的這個精神也是有符合的 就是很多類型都不錯 都有不錯的好成績 那想問一下就是你說 像現在來講 因為你大概從事這邊的社會企業 已經有一陣子了 也非常久也經營很久 那如果說現在有年輕人想要加入 想要投入這一塊的話 就以一個我們這個 不要說前輩 我們就以學姐的生態到來 學姐的身分來告訴我們這樣新來的 就是想要投入這一塊的話 你們有什麼建議想要給他們 讓他們更能夠快速上手 對就是可以不要說 這個我要怎麼做會很難嗎 因為可能大家可能會比較不知道這件事情 該怎麼做 你會怎麼建議 我覺得社會企業是應該是要從自己的 自己出發 就是從你的日常生活中 從你擅長什麼 然後你去觀察 你有什麼樣的力量可以做些改變 從自己的周遭開始出發 所以它不會是一個困難的 因為就像我養蜂 我也可以直接從我自己的觀點去觀察 我有什麼可以帶給大眾 因為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價值 他都有可以 有機會可以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所以就是只要跨出第一步 從自己開始 我覺得都有機會就是成為社會企業 所以社會企業只要成為這一步 其實還是要從自己出發 看自己想要做什麼 對 那中途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各可以請青年局幫忙 對 就是再請青年局幫忙 我們就是青年局幫助大家有沒有 就是 如果像那個 今天就是營收太差者可以找青年局 就是我們可以 生意不好啊 生意不好 局長生意不好 哪邊可以這個輔導 對 我們幾次在建立比較 對於社企這友善的一個都市 所以我們今年也有完成這個社會企業制度的國際認證 那這是全亞洲第一個 這個認證其實不簡單 這個認證 因為其實大家 我們在台灣其實很多地方都有在做社會企業 對 那其實這個社會企業大家可能都是 聽過然後就忘了 或是聽過然後就算了 對 那其實有這個認證來講 其實更能夠加深 對大家對他的認識 對 能夠了解到說其實社會企業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今天呢就是很活生生的例子 就讓大家知道說這個社會企業做的事情真的不簡單 而且他們所做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其實就是讓大家可以更了解到說 我們這樣子一個社會企業的工作 他們真的很辛苦 然後真的是要給他們一個掌聲 跟人家讚一下 我們大概也是有分享到很多就是說 像在養蜂的過程 其實大家都會不知道說 其實這個後面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故事 大家只知道說 我們這個成品真的是長這樣子 不光是蜂蜜蜂 很多很多都是一樣的 那其實這邊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其實還是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們其實有一個小小體驗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體驗的部分 這體驗的話其實如果說民眾想要了解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體驗呢 去報名嗎 或者說去哪邊去做個申請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體驗活動的話 大家可以透過我們的品牌官網 就是享樂蜂蜜去看到郵城的報名時間 那也有 我們有跟那個旅遊平台KK Day合作 所以大家也可以直接從KK Day上面 booking我們的郵城 對 我們最近的話 就是只要上抽出那個平台上面 然後去做登記 然後可以到你們那邊去做體驗的部分 我們在局長 我們最近社會企業來講的話 我們有沒有什麼比較 還有會推什麼樣的一個計畫 或輔導的計畫 我們就是 這個今年度的就是大概 我們就是像剛剛講的 不管是鼓勵 輔導 然後這個PayPal 然後到補助我們都有在做 那我們下半年其實 就是還有明年我們的目標是 往下扎根 就是希望說 這個我們這個社會企業的概念 也可以讓更多年輕人知道 那可能會跟學校有一些產官學的研究 跟這個結合 像是更 比方說 讓更多年輕人去實習社會企業等等 就希望讓大家更加知道這個產業到底是在做什麼 那剛剛提到我們就是有被認證嘛 其實是主要是有 桃園為什麼會被認證 其實是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第一個就是我們有一個專責機構 就是社企中心評證館嘛 那大家可以在那邊 我們每個週六週末都會有一些 就是社企相關團隊的一些活動 讓大家更多人了解 讓我們有做一個推廣 那再來是我們除了有一個這個專責的機構之外 我們也有一個跨部門跨局處的一個聯繫會議 所以我們這個也是就是那時候被那個 尤魯斯中心那邊認證的時候 他們蠻驚豔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在跨局處的整合是有在做的 就像說我剛剛提到的這個環保的這個點點鎖 他在重視這種水質污染檢測 那他可能真的被環保局去用 所以他在跨部門的聯繫上面 我們是有在推廣的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市政府 很有一個很完善的一個支持的系統 所以這三個部分讓我們成為這個社企之多 就是希望可以讓更多像是享樂封面 或者是其他的社企團隊 可以來跟我們這個桃園 這個直接來扎根桃園 哇 亞洲之光 世界之光 第一位 第一位認證的一個社企的城市 不錯 讚 這邊的話很想問一下 就是我們之前 剛才有提到說我們在交流 局長也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很多單位嘛 都會有做溝通跟交流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跟別的單位來做結合 跟別的企業來去做結合 共同去推廣 我們其實就是社企每個月啊 或是每個禮拜都會有滿多活動 然後彼此團隊可以交流 對 那其實有一些團隊在私底下聊過之後 都會有覺得會有結合的機會 就是就包含他們有的人可能是做優格的生產 對 然後或者是說他們有一個 他們是做環保塑墓 對 那他們就想應用在風向上 對 所以我們就會彼此就會討論去實行的可能 對 因為我覺得這不錯的就是 其實很多在這種社會企業的產業當中 他們所推的 他們所服務 他們所提供的 都是很有趣的內容 對 可能不光是只是單純就是賣東西或是賣商品 現在大家可能就是想要出去玩 想要出去旅遊 其實很多這種企業都會結合起來 其實也是不錯喔 來個一日社企體驗 那社會企業好像有點比較悶 那我們可以跟大家講說 來 你不知道的事情 就一天讓你安排做到執照 我覺得這是可以串連的 這也是算是一個可以讓大家可以更了解的 那其實今天也是非常感謝我們這個資金來跟我們分享 他的行業 還有他的經歷 還有他還給大家一些建議 讓大家可以更了解到說 我們在踏入這個社企業的話 如果新年朋友們想踏入 不用怕 你就踏吧 有問題 我們局長幫你解決 我們青年局呢 就會成為他各位朋友的後盾 就是有什麼問題 軟硬問題 通通都可以問 那其實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桃園還是一個有認證的都市 那大家也是有透過這樣的市集啊 媒合或者交流會等等的 讓大家可以更了解 現在做的社會企業當中 過程是不孤單 我們這一集的內容 也是要跟大家輕鬆的就是聊一下 就是說其實社會企業它沒有大家想像這麼難啊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然後它也是幫助社會上很多人 也有很多解決很多問題 好 OK 我們這一集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就到這邊就結束 我們再次的感謝我們的兩位來賓 就是我們享樂蜂蜜的創辦人 還有我們經歷事務局的局長 感謝兩位來跟我們節目上說那麼多 也跟我們聊那麼多 好 那最後下一集再見囉 拜拜